教學最快速的就是有標準答案 教學最快速就是有標準答案 教孩子統一掌控那是最快速的 因為你可以很快的控制 控掌他們所有的行動 所以我以前的心態是說 我想要把掌控不是個想要掌控度很好 可是其實每一個人長相就是不一樣 然後人格特質就是不一樣 所以當孩子發現沒有標準答案的時候 他們常常會迷失自我 包括老師也是 因為會不知道標準在哪裡 然後要帶領孩子走向哪個方向 但是我後來接觸到DFC 然後發現當你沒有標準答案的時候 老師本身要沒有標準答案 他們必須要接受孩子有空間 去講沒有標準答案的答案 像例如好了 以前我們老師上課的時候 不是都說起立敬禮老師好嗎 那我就會讓我們班的孩子 從這學期間讓他們試試看說 每一次每一個小組帶領我們 跟我問好 我在四年級跟六年級做 我發現四年級的孩子的創意 會比六年級的孩子更多 因為他們沒有被我們約束的那麼多 所以他們就敢用跳舞啊 或是一些方式來表示 老師好 應該是說給孩子練習的機會多不多 從小部分都可以做 像奇力敬禮問好那種 並沒有所謂的標準答案 可是我們被制約就是站起來理正敬禮 對 那當他們把主控權包在他們身上的時候 我相信他們孩子會慢慢說 原來很多東西我們也有自主的時候 那就會開始習慣沒有標準答案 我期待的教育未來是 每個孩子都可以認識自己 找到自己的方向 成為自己的主人 然後為自己做主 不知道 男人